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.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.5%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进出口保稳提滞 国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粮食产量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 七类统筹考核并留有弹性 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